过来拿信息的 但是整体CTG踩的比较的开 你看玉和H2Y中间的距离将近1000米 而且能导致拍到中轴点失手了 那马云龙在三艘这个位置呢 其实他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反而是压力会变得更大 他要考虑到底这个位置放不放的问题了 是的 你知道你这个大艘肯定人不多 对 但第一时间CTG并没有一个前压的动作 也没有听到载具的声音 那么在南部去拿信息的两个兄弟 小佐和崔奇也是 他其实有点比较的考验劝架的时机 是的 因为如果你是在小圈去上山的话呢 你周边的队伍会拒压的就比较多 那山上的地方呢就待不了两个队 这肯定得要打 打得如何就是你对于劝架的时机的掌握 这救不了了 这个好远啊 远远是吧 12月放倒 其实我说到 你这个防区一旦有人过来之后后续实习的会合怎么办 对吧 再看山头 许身上来之后被索菲亚击倒 分数被黑猪给拿下 SMS开始慢慢打起来了 齐武赶紧过来做支援 这个火灵魔是走不了了 火风露 这波纯是自己的枪法出了问题了 扫声没有扫下来 这波DT肯定是要打到底了 周围没有队伍能劝架 想一波摁到死 齐武把高连的19放倒之后 200AK持续输出 AK人助力 过点 哎呀 被赫尔茨给反杀了 现在只剩下了太空人 Spaceman一个人 找个机会先把队友给扶起来 反炮这位置还是都能救的 对的 但是它不是那种平坦的地方 1T 这个枪线是哪来的 这枪是天路的枪线吗 枪 天路这么远的位置 抽了一枪 啊头目啊 站的高看的远 是的 来 另一边 牛罐中是打起来了 防防 这个位置 讲到你那个防区啊 我觉得你如果是四人满边 你去一个人都够 是的 当挂个其实就可以了 对 你把这个吃点站住 后点三个人再反驳 吃点边缘信息就可以了 打架的时刻在这一阶段要爆发了 先是圈边的SMS和悟空 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邻居 双方都互相试探了很久 但是高点依旧是小悬子的位置 这个位置啊压缩到了 悟空要往上面去摸的一个范围 从另外一侧吧 黑猪在右边给一些道具 炸残了前点的 他是埋着的 对啊 啊 黑猪 这为什么没有打掉 自己还被反秒了 这个应该是究极马群啊 贴到脸上嘛 而且他反秒的时候 是一个带着三倍镜的反秒 贴脸三倍镜反秒黑猪 这个其实就是真的是属于枪马了 是的 结容而至啊 DDT的话呢也是过来了 他并没有和RBS有过多的一个缠斗 抵破的HARS的信息也被捕捉到了 现在其实更像于DDT和RBS 四人满边 对吧 去夹劲了一下悟空 悟空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人 Spaceman转起来了 打了三个 嗯 Spaceman 先补分 不给你报信息 DDT的太子 就这个石头 1v1 有闪 打闪有可能要进攻了 要要等爆 白了 高打击 一穿四有吗 有了 Spaceman一穿四悟空 这波还能救队友 他有后续的操作 而且是在一个窄边 比较远身上有两颗雷 要不要先尝试性的预判一下 这个脚步 很有可能会漏啊 对啊 因为这个时间过去了 对面肯定是把人给扶起来了呀 已经听到了 Spaceman已经在这架枪了 嗯 一个低暴闪 白了两个人 回头 这个就是震爆弹啊 让Spaceman跟Savage同时吃了个全白 左右一个横拉 让19一波操作 操作起来了 对的 左边有辆车 这辆车的话也是打下一个圈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对的 Fuyama直接沿着波的右侧转移了一波 车上直接被打下来两个 所以L2也直接被堵掉 这个是真没办法 他这个位置呢 他要比17要先动 对 新推17那个防区呢 其实两败俱伤 对 主要是不好推 对 他如果说是这种 六四开 我觉得还可以尝试一下 张德盛也玩起来了 四倍进AUG 嗯 好歹 这有一个能救 天路 阿同牧这个赛季 回来了吧 这个状态 状态就已经 有这种回来的感觉 之前大家担心的是因为阿同牧呢 他是超巨的预备军 但是就是他整体的发挥不太稳定 对 看一下这边Pero和17啊 因为一开始Fuyama过来的话呢 这个信息啊 实际是知道 肯定是铁有人堵 就是小崔啊 啊 扔投注的同时 因为贴的太近了 然后扔完投注 还想持续的前 他想扶地 对 找 这真的很稳 啊 但是呢 我觉得STG还是缺少一点爆发 爆发 需要爆发 但是往往这个规律是这样形成的呀 是的 就是稳的队伍 他总是会在爆发上面会缺少一些 是的 17 哎呀 这个是没办法 直接竞争关系 这一把是落入到了New Happy的枪线当中 嗯 上一把因为分数是New Happy 安全 BCG现在在整个安全区里边是属于一个非常好的制高点 打把位 哇 CCG现在离第四名的天路也只有13分了 对啊 这一局他还有AWM呢 是的 你看他的方向 这个坑他们太熟悉不过了吧 啊 2020年夏季赛 他主要是现在坑里面能够给他造成的这种反打的压力并不是很大 哦 四月跟ZYY就很难出来了 那刚刚有说过天路踩的高点 他看到脚底下的枪身这么多 有收分的机会 是的 阿童木也是收下一分 哦 阿童木真的是这个赛季啊 状态真的是找回来了 嗯 很顶 很多次关键的 CCG身上前八 他还是没有必要去 对吧 是的 或者去管 前八五个队伍在圈啊 最后的队伍在圈 这个也是证明 其实老牌队伍呢 回切圈 但同时也放大了 CCG在这一局决赛圈的一个优势 是的 哦 New Happy 这一批瞬间把STG前点防守的两个人 全部打掉了 你不想利用STG在圈面的防守呢 来做一波劝架 没想到正面STG倒的太快了 对 因为天路其实他竞圈压力也不大 他如果有车的话 你像小鹏那个位置驾个车阵也是能带 高点平台 对对 高点平台 这个New Happy真的是有点 这一波很夸张啊 画面没提起 前点会倒了 来了来了来了 两个人架枪 两个人直接往前面去突了一波 菠菜也被架枪的男人 给带走 这这个圈感觉New Happy轻理STG 有点轻松 太轻松了 有点轻松 就是 是的 给了New Happy非常舒服的竞选 但是过点的时候 王鹏打下来一个 对 嗯 我觉得对这一波New Happy还能接受 能接受 主要是这个他没招 要看New Happy的一个跑位躲雷躲的怎么样 但是你这波下坡有点太大胆了吧 张德胜 你真不把天般的枪械放眼里啊 我觉得这就是张德胜在决赛圈所可能导致的这种失误 因为之前打小圈的就打机场圈的时候 他也出现过这样一个情况 他太想把眼前的人给打掉 而忽略掉了远点能架他的枪线了 是的 你防徐的天霸四个人架强 这个山体平什么下 对不对 其实可以再等一等 因为你这个位置还在圈 我们前面有讲过 你速度的 就是同一个水平线上面的一个队伍 没错 这一波其实 打下来周品延就完全OK了 没有必要再持续进攻了 你就buff这个反扑一听啊 CCG就很难受了 但是天路没来 是啊 我现在就是觉得 CCG他现在用投注可以去清理啊 正好抓了这波timing 天路先把牛比给处理干净 CCG想要在这一波 天霸踢到反扑的同时 主动进攻 但是后点的留着防驱架枪 但是白龙马一发栓均 是把灵素给击倒了 现在前进的压力很大 这是什么呀 飞天大蛇 这是什么 玩起来了 我觉得这不是个大失误啊 而且他落点的那一瞬间 雷刚好在脚底下炸了 是的 这波我觉得是失误了 这正常来说你就踩出去打 这波都有了 不小心让他空隔剑了 另外一边 天霸直接知道你架枪的天霸 防驱的助手力量没有那么多 是的 这个是三个队伍应该是非合作者名额之争啊 对 想抢这个名额 现在目前 天霸还剩两个人 江阳和小鹏 天霸依旧是满边 前阶位是顶住压力 后点 奇迹跟林树也是打得有点有余 江阳要脱了 但是这个蓝圈的伤害 八阶段的根本来不及 是的 天霸不给机会啊 我就不给你打团 啊 cc界目前只有两个淘汰 是的 也只存活了两个人 但是你不能说他在这把没有机会 哎 其实 哇 应该是能够反超天露啊 嗯 但是分数依旧是咬得很紧 小鹏 小鹏的出家 那这样的话 给了天霸机会 索菲亚高点放到零数 不过问题不是很大 影响不多 三打一打一 奇迹将索菲亚收掉了 啊没问题 这个真的是 呃 我觉得这一把呢 圈形应该是在后聚当中啊 真的是非常 那么 着人好